Hello,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枸杞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也是药食同源的食材 相信很多懂养生的朋友家里都会备一些枸杞 通常大家用不完的枸杞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直接放在冰箱冷藏保存呢 看完这个视频就不要再冷藏保存了 看完这个视频就不要再放在冰箱冷藏保存了 因为放在冰箱冷藏保存的枸杞 用不了多久就会变得连呼呼的,还会成坨 前两天一个在药店上班的姐妹告诉我 原来我家里保存的枸杞方法都是错误的 难怪我每次买回来的枸杞 放不了多久就变得软趴趴,还会成坨 在药店上班的姐妹教了我一个方法 这样放一年都不会粘,也不会起坨 特别干爽,颗粒分明,也特别的新鲜 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大家就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顺便教大家一个挑选枸杞的小技巧 我们在买枸杞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它的颜色 买枸杞千万不要买那种特别漂亮,颜色特别鲜艳的枸杞 很有可能那种枸杞就是被瘤环熏过 那样的枸杞吃了对身体不健康 像这种暗红暗红的枸杞才是自然酿干的 像这样我们买回来的枸杞如果一次用不完 我们就准备一个这种食品保鲜袋 把枸杞倒到保鲜袋里面 我们用的这个袋子一定要是这种食品保鲜袋 然后我们再把里面的空气给它挤出来 然后再给它像这样撞 如果里面留有空气的话 就特别容易受潮,还会发黏 然后我们这样撞几圈 再给它带口绑上一个活结 千万不要绑死结 把活结这样拿取也特别的方便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绑好的枸杞放入冰箱的冷冻室保存 注意一定要是冷冻室不是冷藏室哟 不管是药店还是卖枸杞的杂货店 都是用这个方法保存的 难怪放好几年都是那么干爽那么的新鲜 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跟我以前一样 方法都是用错了 放冷藏室保存 如果直接放冷藏室保存最多放半个月左右 就会变得连呼呼 成坨成坨的 用上这个方法后 不管你放多久 枸杞都是颗粒分明 干干爽爽 特别的新鲜的 以上就是分享如何保存枸杞的小技巧 您都学会了吗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可家妈妈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和生活小妙招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就请给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吧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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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